他们看来,笔头朝上的笔工,说到底还是为笔头朝下的文化人服务的。 其实,制笔的与用笔的,从来就是唇齿相依,同存共融的关系。 当毛笔作为一种主流的书写工具和文化传播工具的年代,必然也是制笔业最繁荣昌盛的年代。 那些世代操守着组业的笔匠们,大概不会想到,社会的进程竟是如此之快。 汹涌而来的数码信息,令汉末猝不及防地走到了时代的边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